哈喽大家好 欢迎订阅 我是星星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和家平安身体健康 很快的又过了一年了 去年我有做春节特别节目 今年我左思右想 好不容易想到一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主题 那从初一到初五 都会和大家一起过年 记得大家去走春啊 拜年的时候 邀约亲们好友们 一起来看星星的特别节目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今年的特别节目呢 我还是想以大家最感兴趣的 清朝历史为主 其实呢 我们已经陆续说过 好几位清朝人物了 尤其是以后妃为主 不过呢 我们都知道 大清从入关之后 一共经历了十位皇帝 除了几位在位比较短的皇帝 其他皇帝呢 都因为各种原因 策立了不止一个皇后 有的皇后呢 备受宠爱 有的遭到冷落 有在皇帝去世后 一样天年 也有仓促离世的 深节特别节目 我们就来聊聊其中五位 我觉得也很值得一聊的皇后 那按照皇帝在位的顺序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 大清入关后 第一位皇帝 顺治帝的第一位皇后 他也是呢 大清朝 唯一一位被废的皇后 波尔基吉特氏的 阿尔德尼布木巴 在正式进入今天故事前 我想先说一下 因为有可能会有人想说 大清应该不止一位废后吧 乾隆继后 那拉是不是也被废了吗 我们先前说过呢 乾隆皇帝虽然收回了 那拉皇后的侧宝 把她降为答应的待遇 死后呢 还只以皇贵妃之力安葬她 不过乾隆皇帝 并没有尺夺她的皇后位号 而今天要说的这位呢 则是在史书上 明白记载被降为晋妃 是大清朝唯一一位 真正被废的皇后 晋妃姓波尔基吉特氏 明尔德尼布木巴 是来自蒙古族克尔庆布 成吉思汉二帝 哈布图哈萨尔的直系后裔 蒙古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在买人野心勃勃 想要一统中原时 稳固北方的情势 是相当的重要 而联姻就是最好 也是最简单的选择 所以呢 在二德尼布木巴 被立为皇后之前 清太祖努尔哈赤 和清太宗皇太极 早就已经有好几位 来自克尔庆布的 伯尔基吉特氏妃子 顺制定的生母 我们熟知的孝庄太后 就是其中一位 而她正是二德尼布木巴的父亲 卓里克图亲王 乌克善的亲妹妹 也就是说呢 孝庄是二德尼布木巴的亲姑姑 她的皇后大位 就是由孝庄太后 和摄政王多尔滚安排的 另外二德尼布木巴这个名字 在蒙古语里面 也是意义非凡 二德尼是珍宝的意思 而也可以译作奔巴的布木巴 则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法器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二德尼布木巴不只是家世显赫 在家族里也备受宠爱 在孝庄太后和摄政王 多尔滚的安排下 顺制皇帝和二德尼布木巴的婚事 从很小就定下了 顺制八年正月 二德尼布木巴在父亲乌克善 亲自陪同 从克尔庆布带了八万匹马 等等的大批嫁装 浩浩商商的来到京城 不过就在他们一行人 抵达北京的前一个月 年仅38岁的摄政王多尔滚 因坠马意外逝世 本来就对圣政皇说 多尔滚专权独断 还迫害自己兄长 很是不满的顺制帝 玄机对多尔滚展开了多项城处 于是二德尼布木巴 一直到进京的七个月后 八月十三日 才正式被册封为 大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后 这年顺制皇帝十四岁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 皇后的出生年份 但她是顺制皇帝的原配皇后 两人应该差不多是统领的 不过在两人婚事后 皇后再度出现在史籍上 不是生子之类的喜事 而是结婚两年后 顺制皇帝坚持要废后 皇帝和皇后年龄相访 门当户对 而且在秦始稿中 提及皇后立而会 甚至连坚持要废后的顺制帝也说 她族称加厉一己巧慧 可见二德尼布木八长得非常美丽 那为何顺制帝不顾 孝庄太后和群臣反对 坚持要废后呢 在废后诏书里顺制帝说的是 第一 这是她幼年时 瑞亲王多尔滚决定的 不是自己选的 第二 皇后和皇帝义不邪 皇后又无能 无法母一天下 虽然呢 大臣门和太后提议皇帝可以改立东西两宫 不必废后 但在结婚的两年后 顺制十年九月五日 二德尼布木八还是正式被废 降为禁妃 改居策宫 虽然当初在废后诏书里 理由写的很简单 但在顺制帝最爱的妃子 董二妃去世后 顺制帝为了悼念董二妃亲自写的 孝宪皇后形状里面 提到了更多她废后的原因 包含呢 二德尼布木八 心术不正又善度 想要将其他美丽的女子都置于死地 而且性奢侈 吃穿用度都要最珍贵最好的 就连宫中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顺制帝说 我还是得到了皇太后的意志才废除的 不过呢 大家也别忘记了 孝宪皇后形状 是要用来挨到董二妃 当然呢 是要把前废后写得越糟糕 才能越彰显董二妃的好 那到底二德尼布木八 是不是如同顺制帝说的那样糟糕呢 事实上二德尼布木八 被降为禁妃时 也才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 我们前面也说过 她在部落是被当作珍宝的照顾长大 也许呢 多少有点娇气 不过说穿了 无论二德尼布木八 是不是一位好皇后 对于刚成年急欲掌权的顺制帝来说 摆脱这位由太后和摄政王为她选定的皇后 就是展现她不再受到控制的重要第一步 说到这也有可能会想说 虽然多日滚已经去世 但顺制帝的母亲孝庄太后 在朝中仍是相当有分量 孝庄太后怎么没有阻止 侄女被废呢 我们先前说董二妃时也提过 因为顺制皇帝废了一个波尔基吉特氏 还有千千万万个波尔基吉特氏 孝庄太后同意儿子废后后 随即又着手再从母家克尔进步 再挑一个波尔基吉特氏来 这对孝庄太后来说 只是换了个人并没有太大的损失 而根据后来各项史籍的记载 史绝佳推测呢 在被降为禁妃的两年后 顺制十三年 晉妃跟着莱金觐见顺制皇帝的父亲 卓里克图亲王乌克山 一同返回蒙古了 而且呢 应该在五年后 顺制十八年 顺制皇帝驾崩后 再度进京来参加顺制帝的周年祭礼 而在这时候 再也没有关于晉妃的记录 就连他去世的年份和墓地 都没有被记载下来 大清为德废后 顺制皇帝原配皇后 波尔基吉特氏的故事 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明天初二再见 拜拜